第27题要写出实验4和5产生PBSO4的性离子反应式 实验4的反应式我们已经有看出来了 它是氧化还原反应 铁二症变成铁三症 然后二氧化钳变成硫酸钳 那我可以用氧化数来平衡 铁二症变成三症 它的氧化数增加了1 铁重症4价的PBO2 变成症2价的PBSO4 所以它的氧化数减少了2 氧化数的增减应该要相同 就代表铁应该会有乘以2个 所以F12症2个 F13症也是2个 接下来要平衡的是电荷 左边的电荷是正4 右边是正6 那题目有说它加硫酸 所以你可以用酸 用氢离子来平衡 这样就需要在左边加上两个氢离子 这样电荷就平衡好了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右边有出现硫 但是左边没有 所以一样它加了硫酸 那你就用硫酸根来平衡 这样就在左边加入一个硫酸根 就会有一个硫酸根 不过因为硫酸根它本身也是带电的 它带了负二价的电荷 所以该平衡好的电荷又变得没有平衡了 那既然它是负二价的 我就让带正电的氢离子再增加两个 变成四个 最后再来平衡水 从氢来看 左边有四个 所以右边就加两个水分子 再检查氧原子有没有平衡 左边现在有两个 再加四个 总共是六个 右边有四个 再加两个 也是六个 这样就平衡好了 那这个完整的反应是要写出来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你要知道硫酸根需要被你写进来 那大考中心其实它的标准答案中还接受了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写法 可以全部用离子来写 就是铁二症变成铁三症这边是一样的 但是二氧化钳变成硫酸钳的过程 你也可以把钳用离子的状态表示 就是PB4症 变成PB2症 这样子平衡的过程中 你只需要去平衡电荷就好了 这样就很简单的平衡好 不需要自己把硫酸根加进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实验5的反应是 实验5它说取出红色容易 就是F1SCN2症 放到另外一个试管 然后加入零架的PB 就发现容易又变成无色 从红色变成无色这件事情就告诉你 那些铁三症它又变回了铁二症 所以它就变得没有办法再和 SCN-结合在一起 那个红色的物质就消失了 这过程是还原 那就代表一定有人氧化 就是它加入了这个铁粉会氧化 零架的铁 变成了二架的硫酸铁 那我一样用氧化素来平衡 平衡好电子转移之后 下一个是看电荷 左边的电荷是正6 右边是正4 那因为在实验5中它没有加酸 所以你没办法用酸来平衡 不过里面有硫酸根或带负电 可以用它来平衡 所以我可以在左边加入一个硫酸根离子 这样就可以把电荷平衡好 而且也刚好可以把硫原子平衡好 这样就完成了 跟刚才一样 这个硫酸根要你自己写出来有点困难 所以大考中心要接受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你可以直写离子 铁的部分跟上面的是指一样 三正变成二正 那铁就是从零架的铁 变成正二价的硫酸铁 硫酸铁你就写PBO正就好了 然后平衡电后发现铁离子 鸭铁离子都需要两个 从实验4和5的这两个反应室 我们就有办法回答这个研究团队 一开始想要探究的问题 他问的问题是铁二正在实验一中扮演的角色 实验4告诉你铁二正加入二氧化铅 二氧化铅是实验一中的一个反应物 这时候二氧化铅根据实验4 它就变成了硫酸铅 而硫酸铅它是实验一的产物 所以这个式子看到铁二正可以帮助反应的进行 再从实验5看到了铁三症 铁三症是刚才在实验室中产生的 铁三症它和PB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后PB一样变成了PBSO4 所以铁三症一样帮助这个步骤 看起来它想要探究铁二正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它应该是作为催化剂 所以你写的27铁的这两个反应式 它就是实验一中那个全反应式中的其中两个步骤 而且还有一个符合催化剂特性的是 在实验4中二氧化钳它会把铁二症变成三症 可是在实验5中铃铁的钳又把它从三症变回二症 所以它在整个反应的过程中 它是被消耗掉又被生成回来 也就是说整体上它是不会消耗的 这也符合催化剂的特性 好